这有几个羊子给它摘上 大家好 这个是我前段时间 就是买在网上买的那边 这叫羊脚蜜的羊子 终于活了 我给它一栽到这个盆里 去到这个盆里 去到这个盆里 其它是铃铛 炒到这个盆里 去到这个盆里 又满意 然后就把盆里 它就像一样 那样 它在盆里 它就像一样 鸡蛋 水 水 水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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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丁打了以后呢 栽在土里了 今天有多少天了 有一个礼拜了吧 现在活了 朋友们看长得多好啊 我估计现在已经长根了 隔两天 我隔两天找个地方给它摘了 看长得多好 再给它包上 好了 朋友们看看这个人参果 现在肚了多少个芽 肚了多少个汁啊你看 就是 长得不是特别旺盛 五颗 那颗小一些 这颗大一些 这是 包子甘蓝 看我这个包子甘蓝长得怎么样 大家知不知道包子甘蓝 包子甘蓝呢就是 一个材上长了很多很多 这么小的 包包菜式那样的 长得多老高 我也是第一次 尝试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就是包子甘蓝 这几颗 看这几颗包子甘蓝长得怎么样 长得还挺好 我觉得长得挺好 只是 鱼甘蓝 看我这些菜长得还行吗 朋友们 朋友们 嗯 我这豆角开始长起来了 还没有开花 这豆角长得怎么样 长得还可以吧 嗯 当然我跟那种 会种菜的人 相比还是差很远很远 人家长那个苗的 羊子绿绿绿的 哎呀给人感觉特别那个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你看我有点 这个羊子有点发黄 是吗 我觉得有点发黄 这是羊衣甘蓝 看我这羊衣甘蓝 看我这羊衣甘蓝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错 它长得很高很高 一个泡沫箱栽了四颗 再长高一些了 我这边上面铺一层羊分 现在不能铺 现在暂时还不需要 因为前段时间还不需要 你看这里头都是羊分 我已经铺过了 嗯 再长大一点就多铺一点 嗯 我现在种的全是有机肥 嗯 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 目前呢 嗯 没有招虫 嗯 要是招虫子的话 我就放一种那个 黄那个那个 那个沾虫子的那个 一个一个 黏那个片 我沾到黄瓜那儿了 大家看看 嗯 看看我这个黄瓜长得怎么样 我说黄瓜是不是长得 这叶子怎么这样了 它有 我发现有这样小小黑 黑小虫 我就放了这个粘垫 专门粘虫子的 看这个辣椒长得还行 茄子呢 朋友们 你们看看我的小鱼长得快吗 它长这么大了 多快呀 长得 现在我就给它吃 这个拌的饲料 昨天给它剁了点菜 你看那里 它还有菜叶呢 今天早上起来 我们又给它剁 反正现在挺爱吃 总而言之 长得真快 我给它这种饲料 它仍然 它仍然很爱长 我以为它不爱长了呢 结果呢 一样长得这么快 萝卜 太腻 所以不太成功 没有结小萝卜 嗯 这边是一种小油菜 长大型 这边呢 是种的空心菜 还有也是小油菜 这是空心菜 虎瓜 虎瓜现在开始盘味了 这边是两个蛇豆 蛇豆也开始盘味了 中而言之 我觉得苦瓜长得挺好 苦瓜挺好伺候的 苦瓜 这样让它往这个爬灯网上 爬就行了 网子都搭完了 看到吗 这个是 我开始我想不起来 这种的是什么 除了这好啊 粗的你看 就一仔细看 这是姑娘果 哎呀弄点子一撒 真爱粗 那你说 我花钱买了那么多的 光买姑娘果 我都花多少钱 19块19 19块9的 买了多少些 在乎 买了光西瓜羊 我买了五六匹 都没有在乎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甜瓜 羊角蜜 买了多少些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个姑娘果也没少买 买了那么多 都没活 那个 买了秋葵 秋葵买了有二十多颗 秋葵是活了两颗 哎呀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种菜的成本老高啊 真高 这样吃菜的话 这些钱 花这么多钱 我得吃多长时间的菜 朋友们 就是一个什么 爱好 兴趣爱好 一种享受 喜欢这种的生活 它不在乎 又花多少钱 我在乎这个 生长这个 这个劳作的过程 享受吧 就享受这个过程 我也愿意看见这个苗一天天 慢慢慢慢的长大 这种过程是非常 感觉是非常好的 这么多姑娘果 怎么办 这么多的姑娘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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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